鬼故事不多,但我突然找到一段新闻,好笑 四多年有人疑老虎 有人说有老虎报警,正在战后的时候 报警,警察就上去捉老虎 什么都捉不到,捉到野猪 但是老虎是吃猪的 有野猪,其实以前有老虎 四多年还有没有老虎就不知道 不过村民说得好像很认真 之前有老虎吃鸡、狗 你生猪就吃不到狗 即是不够抽 香港如果野生会捕猎的动物 都是生猪 生猪会吃鸡 香港没有狐狸 吃到一只狗,真的像老虎 那时候他们说得很像,之前有老虎 大墓山那么大,有没有老虎 警察真的不知道 四六年有一宗新闻报导 大墓山其实高就不是很高 只有九千多米高 一千米都不到 但是它是香港温度最低的地方 其中之一 所以那些人经常到三四度的时候 就说上大墓山看雪 看雪 千世美见雪的人是这样的 不知道,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 那我也特别认同 千世美见雪 我真的觉得是 对我来说,可能我真的是外国生活观 可能雪落完之后 黑蚊蚊很讨厌 但香港人可能不在这些地方生活过 我会觉得,哇雪,好像奇景 那我也怀念以前下雪的日子 其实 我怀念的,但不是真的这么新奇的事情 其实下雪有一件事很漂亮的 你要去看雪,不如你乘搭飞机去看更漂亮的雪 不是的,其实有时很漂亮的 我记得下雪的时候 你早上睡醒了 突然间整个世界变成白色的 很浪漫 你看出窗户 很浪漫 你觉不觉到加拿大的窗户有特别大 比香港的窗户大 看你住片里吧 但你觉得白蚊蚊是很开心的 我还记得约那些女孩去街 很喜欢她的 她跟你去街 一出来是下雪 有线的 有遮流遮路 可以逗波底 不是拖手 很浪漫 那年代是坐巴士 雪是在头上浸浸 然后会结冰 很浪漫 人生上的大武山看雪 看冰 是冰薄 都可以的 不过就不要亂搞 始终你的车又滑又行不到 你行人行不到 那些车又不是专利 那些车又不是专利滑雪 其实它比市区的温度 是低六度 很多六度 真的不是说笑 冬天它长期培会在十度左右 这个地方是十多度 那有机会负 香港五六度的时候 它就负 香港最低温度是多少 很奇怪 但是大武山有很多地方走上去 它有时候不是这些路 是一些舊路 山路我走过 金到扑街 不是开玩笑 你有没有试过去那些路 很多 以前有去过不同寨 有些上去玩 有没有试过 是真的要爬上去那些 不用落繩 但是要用手按住 那些要学 就是攀石用繩 那些要学 一般有些路都挺难走 你要用手用脚 要爬一爬 就不会跌死你 危险性 但是没有生起鬼谷 我搜索了不同的鬼谷 所以有一次 有个人就去那里玩 駕駛上去 就打算看《流星雨》 你是不是那些人来的 即是会突然间说 《流星雨》 就是约一条女去看 还是 我从来没看过《流星雨》 我一世人 只会跟一个女人看过《流星雨》 一次 真的很震撼 是怎样的 我想象不到这件事是怎样的 它在天空中画来画去 即是你在天空中 突然间有一条线画 一两条线画 它的密度很密 要看哪个座的《流星雨》 是 是浪漫的 我试过去看完 天空都在一片 然后我就 《流星雨》 你要看到 我倒唱完了 不是吧 是讲缘分的 即是看到我的天色 是 他当时那个座的《流星雨》 近不近香港 是 近不近 我刚刚那次看那次 是很清楚 很清楚 在哪里啊 香港 在香港 哇 哇 香港人在看这些东西 是 接着呢 他是看《流星雨》 谁知道那天很大霧 什么都看不到 那一次他能见到 他就只剩下 大约5米 很大霧 他就只剩下4-5米 就看到 向前走的时候 很不清楚 突然之间 他去观景台 坐在这个地方 那女朋友 就不知道 四位照 这么大霧 照着照着 照着照着 突然间照着 一些石上 就黑了一些咒语 佛经 那样的 摩尼陀佛 那些 不是咒语的 那是咒语的 但是是不是中文字 来的 我想是 那些 那些 应该是中文字 只要他没有识得印度文 识得凡文 识得凡文 很多这些字 然后看完之后 他突然间 一个女朋友就不对了 无端端在那里爆哭 不恐怖 对啊 还有什么事啊 看不到流星圈 不用哭 哭到停不了 那他就心想 喂 大了 那就是 拉他走 怎知道 他回去 他们 有个营地 特意在那里 守着整晚看 那回去的时候 他才害怕 他见到 他的朋友 没有走过去看 他的朋友 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 后面 是伏了一个男人在他们的后面 哦 就是有个男人 好像坐在他们的后面 就是多了一个人 不是他们的朋友 就好像背着那男人 是啊 好像背着那男人 那女朋友就 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突然间哭 很害怕 但是附近的营地 又多了一些黑影在那里 按住他们 所以呢 这个我见到其中一个鬼故 那他厚足就没什么 还有一个传闻 在大霸山上有很多人说 就是说 有对情侣 有对情侣 就在大霸山那里 聊天 那一直聊到两点 聊到两点 是 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呃 夜妈妈聊天 啊 聊到两点 沙滩多了 通常怎样聊到这么晚呢 通常都是 大家未开始的 是 未开始才会说那么多 然后大家就 就是你拍拖的情侣很少 不如我们今晚去沙滩聊天 是 不会的 真的好笑 不会的 不会的 然后 通常大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搞你 小孩又想着 不知道行不行 女儿跟着你上去 就已经正常 正常来说 通常的情况 都当朋友 不要乱搞 就是如果大家情投意合 都有一个突破的 那怎么找个突破的 只会在无法移动你 其实你早上移动 你早上移动 他都可以了 你一定要两点 那时候大家 就会聊到两三点 如果个男人 跟你很多年后 都会跟你聊到两三点 那你很幸福啊 我试过是看日落 即是半夜生间 拍拖很久的 都是没有的 拍拖很久 我坐你了 是啊 看日落試過 於是到兩點聊聊的時候 大家可能說不如這樣 也只有三點了 我們不如看日落 這裡很漂亮 好好好 看日落 那兒子又頂不住了 早上上班了 吵架底下 故意跟你出來看 本身凌晨兩點 去到看日落 真的睡著了 睡著的時候 女兒又睡不著 怎知道附近有些 噴噴噴的聲音 機關窗 然後女兒就閉上眼睛 但窗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最後就停了 沒什麼聲音 女兒睡著了 怕她又不動 然後就睜大眼睛看 一個鬼故 網上很多人說過 見到有一個日本人 拿著那把刀 像是軍人一樣的 在她車外面 想斬下來 然後真的斬下來 但斬下來 沒有東西的 但這輛車有沒有痕 沒有 沒有什麼都沒有 沒有 夠斬 即是她拍攝你的 但是她拍攝了小孩 小孩一醒 那個日本軍人就不見了 然後她覺得不行 有鬼 那個鬼不是吧 走走走走走走 去到家裡 好好好 立刻開車走 我怕你自己覺得危險 今晚我陪著你 那些城市 當然 走走走 立刻開車走的時候 一路下山 聽說有幾團鬼火 一路沿途看到鬼火 他到尾 那些鬼火 跟著他們 真是很害怕 老實實 直到去到大武山的公廁 山腳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東西吃 那裡 有茶餐廳的位置 才不見了 那些鬼火 很難聽